哈囉各位朋友大家好 現在收看的是廟會小學堂的現場直擊直播 今天呢我們是淡水大拜拜的正日 那我們今天也是請到了我們的專家簡友慶老師 來跟我們說說這個淡水大拜拜啊 還有我們清水祖師他的一些由來 那我有一個疑問先提出來問老師好了 就是我剛才一路上過來看到了寫蓬萊老祖 我們不是押周淑公嗎 蓬萊老祖師什麼意思呢 好因為這個就要講到說我們淡水清水岩的祖師公的由來 因為我們這一尊最老最原始的這個清水祖師 我們稱為蓬萊老祖 那他是從在清代的時候呢 原先是供奉在泉州福建就是對岸 泉州福建的安溪的蓬萊的清水寺 就是清水祖師的祖廟 就是在宋代的時候是算清水祖師他自己僻建的道場 那後來他就是成道之後呢 那個就變成他的祖廟嘛 那就是在清朝清嶺末期的時候呢 就是有一個祖廟的和尚呢 因為那個寺廟要修剪 所以他就請著這一尊蓬萊老祖到處去化園 他就在半路就遇到了這個海盜呢 就把他的那個盤蟬全部 連那個化園的經費全部都被打劫走了 那結果他就流浪到淡水 他真的是流浪到淡水 所以流浪到淡水不是唱假的 是在流浪到淡水 那後來呢就是他就在這個淡水的碼頭呢 就跟大家化園嘛 那後來這個以這個廟方的說法是說 後來就遇到了那個一位姓翁的頭人 他的那個祖籍也是這個泉州安溪縣 因為我們知道說清水祖師他的這個 算這個原鄉的信仰就是以安溪縣為主 是 那後來呢他就是用錢呢把這個祖師買下來 然後這個和尚他就有錢回去大陸 就是這樣 那因為為了要紀念他的由來 是從這個安溪清水 那個他的小弟名就是叫做蓬萊 他小弟名叫蓬萊 所以就是稱為蓬萊老祖 蓬萊老祖 所以就是最開祭那一尊就是會掉鼻子那一尊 就是當時候姓翁的這個陶郎 從和尚的手上請過來的 對對對對對就留在淡水 復習一下啊 昨天老師有講到 只有在這一個淡水大拜拜的時候 老咒才會出來對不對 才會出群啊 從2016年之後 2016年之後 一般來講他都是在廟裡面叮叮這樣 那老師要不要再跟我們復習一下 他那個鼻子為什麼像廟鼻貼這樣子呢 他本來鼻子是好好的 那傳說就是在祖廟的時候 昨天有講到的故事嗎 好像沒有對不對 沒有 就是有一次呢 就是山賊潛入這個清水寺 那結果呢 晚上的時候夜深冷靜的嘛 然後就在偷東西嘛 結果後來那個周叔公顯靈 他就用鼻子一直發出聲音 到底是什麼聲音 他還是沒有記載 然後後來之後那個山賊就很害怕說 那個周叔公把那個廟裡的和尚 那些管廟人吵醒 然後他就發現說是那一尊周叔公神香 在發出聲音 所以他就用山刀 把他的鼻子給削下來 Oh my god 對 這個是有歷史記載的喔 這個在這個乾隆年間的安息縣字 有記載到 真的是有這件事 有這件事 是真的有這件事 就是他用他的鼻子刷存在感 就被山賊發現 這是你在刷存在感 沒有 因為就是發出這個警報氣的聲音 他就警報這樣子 就知道說 我雖然神像在這裡 但是呢 我是真的無靈無暇 這個壞蛋這樣的概念 真的 所以就把他割下來 對 所以之後就是 只要遇到一些天災地變 或是有什麼事情 要指示信徒 他就會落筆 是這樣子 我聽有一個故事 是好像也淡水這邊 之前有地震還是什麼 然後他鼻子就掉下來 那個是在 這個最有名的是在石門 喔石門 對對對 在青銅制年間的時候 那你知道他那個鼻子 他掉下來 他不會掉到地上喔 欸好有趣 在台灣各地 就是北台灣有請 這個同來老祖的這個傳說的話呢 他如果掉鼻子的話 他的鼻子都會吸在那個樹幹上 或是電線桿上面 蛤 那之後你要怎麼找得到他 這也是一個很有趣的傳說 對啊 他會吸附在那個樹幹 或電線桿上 對對對 然後大家就是在繞鏡就發現說 欸那個周祖公的鼻子不見了 那所以 大家趕快找啊 那後來之後 你要怎麼找到他 傳說 這個我沒有遇到 但是這個很多人都這樣講 就是有遇到的這個情況的人 都是一樣的說法 他說會發出這個殘的叫聲 發出殘叫聲 就是夏天的那個殘叫聲 OKOK 所以還蠻合理的耶 周祖公的邏輯還蠻合理 就是樹幹上 或電線桿上 他發出殘叫聲 他是飛鼻啊 他會飛到那個樹幹上 這樣子 好神奇喔 所以就是因為他是從蓬萊這個地方 對對對 安溪的蓬萊 然後他叫蓬萊老祖 所以是周祖公 不是周祖亞 對不對 老師在跟大家 其實是叫周祖公 因為這個是閩南地區 包括我們台灣 也是受到閩南文化的傳承 那所以都是講周祖公 周祖公 對對對 那我們一般講周祖亞是指誰 周祖亞就是那個行業的守護神 行業的守護神 所以我們今天是 所以我們不是和尚 我們叫周祖亞有點奇怪對不對 不是和尚 對對對 周祖公 好好好 如果我們要當和尚 不要稱他周祖亞 OK 好所以今天我們整個淡水大拜拜 就是贏我們的周祖公 蓬萊老祖 今天是正日 正日 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一些 居民他會斑斗請客人 我們現在就看到 對對對 你看有這個斑斗的這個桌椅 就等於說這是 這是淡水人的一個過年的概念 對對對 因為整個淡水就是非常非常的熱鬧 那今天我們除了遶境的陣頭之外 還可以看到一些信徒隨祥 那這些信徒好淺秤喔 因為昨天安四方就有人 對對對其實這兩天都有啦 是是 那他們隨鄉的話 其實他拿的東西也很特別 是什麼 拿些什麼東西呢 隨鄉的 一般我們其實北部的隨鄉 其實以前各個居落也都很普遍 那後來現在我們就是 目前就是淡水 就才保留滿傳統的形式 他會拿一個俠拿 對有一個藍 那裡面會放一些拜神的一些供品 一般都因為隨鄉就是經過那個寺廟的話 他要進去參拜 還要燒禁止 那所以他的那個供品都很簡單 他就是早期他是用那個狗仔包 你知道什麼是狗仔包嗎 不知道 就是那個過年的時候 我們看到那個沒有 那個放在神桌 然後不是有一個狗仔烘 然後五個疊在一起 用紅石吞起來那個 那個是狗仔包 對對對 然後你就經過一間寺廟 就進去拿一個狗仔包 然後拿一些小疊的金子 然後在那邊燒香拜拜 然後金子燒完之後 就往下一站走這樣子 那當然就是除了這個供品跟金子之外 就是還有隨鄉燈隨鄉起 隨鄉燈 那個燈大概就這樣 對對對 是竹邊的啦 竹邊的燈 然後我就看到信徒呢 他都會在俠拿 放一個那個燈 然後甚至有些信徒自發性的 他自己裡面有放一些平安餅 發給大家一起吃 對啊對啊 那你知道那個燈其實以前 是要點蠟燭你知道嗎 是是是 那可是他又不能真正的點燥 因為你這樣子走來走去 他會燒起來 對對對 對對對 所以一般的話就是在 去廟裡啟買 就是一開始要出發之前 要跟主事公報告 是 然後要騎馬的時候 裡面會點燃那個蠟燭 可是我有看過有趣的現象 點燃的時候不小心他沒有擦 擦好他就會倒掉 然後就燈籠就燒起來了 Oh My God 可是燒起來他們也不以為意 他們就趕快講一個 就像說 碗弄破我們會說是最平安 那燈籠燒起來我們要說什麼 叫出店 出店 對對對 人丁興旺 對對對出店 所以也是一個好兆頭 好兆頭 反正就是淡水大拜拜 淡水人的過年 我們就是做什麼說什麼 都是好事 對對對 那今天還有什麼 任日還有什麼特別的幾個點 老師可以建議大家去那邊等 然後等 因為可能有些朋友 想要從其他地方來 那有哪些點你比較推薦 可以去看 現在的話 我們可以去到這個水堆 這個地方 對 或者是說淡水的那個 浮佑宮廟前 浮佑宮廟前 他們那些陣頭其實都表演得滿久的 是 對啊 或者是捷運淡水捷運站前面 淡水捷運站前面 其實你一出捷運站就可以看得到了 那老師我想請問淡水 除了南北宣之外 宣測很 就是很 早期很蓬勃之外 對 還有什麼 你覺得值得一提的陣頭呢 當地的人 比如說像是何一軒啊 何一軒 對啊 然後當然就是 就是什麼平安石啊 平安石 對啊 清水龍就是我們這些淡水的 這些在地的陣頭 對 那今天也都會出來 這樣子 所以很歡迎大家 現在我們大概幾點會錄廟呢 欸這很難講欸 哈哈哈 逃倒我了 表定可能表定啊 我是說表定時間可能是七八點 欸欸欸 但是實際上呢 不確定 然後你看我們整個淡水現在是 融融融的 整個淡水全程都熱辣辣的 所以呢 大家如果 不曉得會瘋狂到幾點 對不曉得瘋狂到幾點 一年一次 然後老師也是昨天來 今天也來 然後謝謝 非常謝謝老師 接受我們這一趟的訪問 謝謝大家 大家等一下見囉 掰掰 幫我們直播按讚追蹤 好不好 各位 謝謝啦 掰掰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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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